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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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眼線 大家會不會這樣畫? 一手握到一個匙巾 一手就這樣畫到 其實你只用一支筆應該都畫不到 還要想想 你可能握手的手是你本身畫的手 你這樣畫是否容易手震? 或者用另一個手這樣又容易震? 又或者大家可能見到一些片段 就會用這個膠紙 膠紙也是不好的 因為你不是第一下一刨的位置 兩邊要平衡 或者撕出來又怕粉很髒 原來之後一撕 皮膚都被你沖了 所以平時畫眼線 我們不需要這樣畫 畫眼線我們怎樣畫呢? 首先如果怕手震的朋友 我們可以手肘另一張桌子 手肘另一張桌子 你的手就不會震住了 第二 你的頭和手的動作一定不同 畫這一邊或者右手邊 你們會比較順一點 因為你側一點頭也不行 但是畫左邊 始終太不順 所以你們可以用鏡子去調校 或者你自己手和面的動作可以去配上 我自己畫這一邊 我自己就喜歡把筆頭 不是這樣畫 另一邊就是這樣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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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要斜叭的鏡子 這樣畫就不會令眼線越來越粗和震 而飛起的弧度 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其實很簡單 我們畫了一條由眼頭至眼尾的眼線之後 好 留意我們是眼望前鏡的位置 後眼中間上面的位置 剛才你應該有填色的 填色之後 我們在最高點的位置把環飛過去 打環飛過去之後 我們在眼角位再斜高上 這樣就可以做到一個水平很美的眼線 如果掘我們怎樣算呢? 掘我們可以用棉花棒 去做一個把環交叉的修飾 把環交叉的修飾 就會令到眼尾就會變得眼尾 當然要記住手要定 我們再練習五集多幾次 還有手要記住受傷定台 出來的眼線也會很好的